像这样的校图,因为刚刚我们执行的时候,是在程式里面已经写好固定的路径 哪个路径我写固定,可是有的时候其实蛮不方便 为什么?因为最好是可以让使用者先在执行的时候,让他用选的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我的目录是放在桌面上,里面的VBA,然后把它选起来 选完之后就跟他讲说,你直接帮我把里面的所有的工作表自动就帮我放进去就好了 也就是说能够让使用者去用选取的方式 选取的话,按确定之后,这个时候因为选完之后,它会自动有个路径产生 这个时候它自动再帮我把我的工作簿直接存到VBA目录里面的话 这样的话,相对会比较不容易出错啦 不然像刚刚同学好像桌面上没有产生那个资料夹 那程式就会发生错误 那这里的话,实际上你们还可以再多产生 多利用这个叫Application物件里面 它有一个叫File Dialog 就是顾名示意,档案的对话方块 那个东西叫File Dialog就可以 里面的话,基本上这个程式也并不困难 这个也不用特别去死背 因为其实你会发现,第一个你可能需要用什么 叫那个Application物件 因为你要跳出那个视窗也是Application来管的 所以你会发现,那个Application管的还蛮大的 它什么东西都有 而且里面很多功能 其实基本上Application里面都有 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把Application这个物件 细节部分按F1 其实它也会跳出相关Application物件 里面它能做什么的属性跟方法 那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再稍微看一下 这个Application还蛮重要 其中的话,它有一个叫File Dialog 所以你直接打一个File 它的一个算质物件 那这边是算一个属性 那后面的话,你可以告诉它说你要做什么动作 钱瓜糊 因为这个File Dialog,这个对话方块的种类有四种 第一种的话,就是你要什么 你要选的是 File Picker 顾名思义,选档案 还是选什么 Further,是选目录 那我们要选什么 应该要选目录吧 还有Open 还有Safe As 所以它有四种模式 那其中的话,我是要选目录 所以记得我要用File Picker 然后后刮符之后 点什么呢,把它秀出来 所以这边的话你就打一个点秀 这个时候呢,它就秀一个视窗出来了 那再来的话呢,使用者秀出来 就会 我想应该大部分都知道吧 或者你可能在前面在一个Mesh Box跟他讲一下 请你选取一个目录吧 或之类的,至少让他知道一下 接下来的话呢 他会选 选完之后呢,会告诉你他选的目录名称 所以呢,你前面可能要加一个变数吧 我一般习惯叫S-Pays S-Pays的变数名称是自己取的 这个名称呢,他就是 选完之后 他会怎么样,把选的结果 回传给你一个路径的字串 那那个字串的名称的话,实际上也是什么呢 等于Application 点FileDialog OK 然后呢,后面的话呢,一样是从什么 从那个FilePeaker里面 他的 植物件里面会有什么 被选取 被选取的话呢 意思就是什么,selectItem 那这个Item呢,一样从0开始 所以呢,基本上 也只会选一个啦 除非你有复选的情况下 才会两个三个 那基本上的索引值一定从0开始 那我们选到之后呢 就可以把这个路径 传到一个变数 那这个变数呢,我将来 就可以拿来改什么 本来我们这个路径 是写固定的 原来的路径是写什么 写这边好像写这样 写C号 写线 原来是写一个这样子 这样的路径 然后前面是这样子,一个双引号 可是现在的话,如果每一次 假设我换一个地方放的话 这样就不OK了 所以怎么办呢 我可以把这边 把它 delete掉 不过特别注意 因为如果你不确定说 他给的那个 路径到底有没有 最后那个反斜线 那我的习惯什么 我就在这边设个中断点 然后呢 执行的时候 先选一个按确定 选一个按确定动作 这个实际上就是选的这个 这个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slate item 有没有 他选取的项目 然后怎么样 传过来 会传给谁呢 传给按确定之后 会传给这一个变数 OK,目前没有的 F8 slate item 难道是 更正一下 这个蛮奇怪的 VBA跟人家就是比较不一样 因为其他的那个语言 通常都是从0开始 他是从1开始 所以很容易就搞混了 更正一下 这应该从1开始 选的第1个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VBA 好,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选的第1个 看一下 他的路径 他路径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有不要放上去 他并没有后面的那个 有没有 反斜线 所以记得 如果将来你要把这个改掉的话 记得留一个反斜线 有没有 这个留下来 然后后面的话 你打一个 s 然后空一个 and 然后把它串接就可以了 也就是把这个东西 串在这里 然后呢 再加一个反斜线 这个可能 很需要注意 因为之前蛮多同学 忘了加这个 他就散落在外面 他没有放在 资料夹里面 OK,所以基本上 这把它跑完之后 他就可以 已经有了 我刚刚没有删掉 没关系 假设我这边已经 已经把它丢进去了 OK,把这边把它关掉一下 所以理论上应该是要先把这里面的东西先删掉 然后再把它执行一遍 执行这边 然后再 储存 OK,那这样的话呢 他就会知道说原来你的东西要放那边 这个还蛮好用的 为什么 因为像刚刚讲的 之前有从 蛮多像要 转档的 这相关的应用 那我就怎么样 先用一个按钮让使用者按下去 你的Source在哪里 你的那个目的要 丢哪里 然后他选完按确定就开始转档 其实用VBA来写就OK了 非常简单 那另外当然会有一个 延伸性 那如果里面还有像刚刚有没有 如果 有档案我忘了把它删掉 像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设一个判断 如果这个DIR里面 它不等于空的 那我就呼叫什么 呼叫那个 那个什么呢 删除的那个sub call 这个call我是另外写的 我写在这边 传递引述 为什么 因为 这个sub 如果我目录的话 我现在不知道 可是我当什么时候才知道 当他要删除的时候 会传一个目录给我 那我就把那个目录里面的东西删掉 所以我可以想 在 做 转档之前 多做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 判断这里面是不是空的 所以如果他不是空的话 他会怎么样 先把它删掉之后 再去做转档 所以这边的话我多多做一个动作 那这边的话呢 请各位可以试一下 那 这个 这边是中断点一下 假设我这边里面还有东西吗 你会发现 我选他 这个时候 他会DIR一下 这个DIR指的是检查一下 那这个目录里面 是不是 不等于空的 意思就是说里面是有资料的意思 OK不等于空的 表示什么 他里面有资料 那有资料 怎么样呢 把里面的资料删掉 所以我可以把刚刚的 那个删除 档案的程式 改写一下 改什么呢 多加一个 后面 刮斧里面呢 多加一个引述 这个引述的话 是xpaste 也就是说呢 我把这个xpaste 多过来之后 然后让他去怎么样 去接到之后呢 去帮我删掉什么 这里面的所有档案 OK key了掉 这样的话里面全部都删掉了 OK 删完之后 才去转档 这样的话 应该会更贴心一点点 不然每一次都还要自己手动检查 所以 后面这一段程式的话 就不用手动检查了 所以这边的话请各位试一下 那我也一样 有把那个刚刚写好的程式 放在这个后面 所以你可以找一下 这个后面刚刚这一段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